之前没能更新 让各位网友担心了 我这几天都在配合中国人寿总公司调查组工作 随叫随到 不过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来嫩江这么多天什么都不查 明面上的问题一点没查 反而是天天以配合调查的名义 三番四次要我手里的全部证据 前两次的面谈 我已经把造假线索详细的告诉他们 也告诉他们公司财务系统里 哪些科目是造假的 但是他们连造假那些账目都看不懂 更多的数据能看懂吗 前天见面 调查组的负责领导还问我 你有没有证据 有多少证据 都是什么证据 我不知道这几天调查组 以各种理由要我手里的全部证据 到底是为了调查 还是有什么安排 我突然想起了上学时的摸底考试 通过摸底掌握自己的问题 在私下抓紧逐一击破修改 这样以后谁也发现不了自己曾经的问题 就像根本没有问题一样 我提出疑问 问他们是来查孙小刚的 还是来查我的 调查组领导听完都笑了 笑容让我毛骨悚然 细思则恐 我的某些账号的文章被和谐 XO 匹B 调查组坐镇嫩箱 走形式 究竟在等待什么 我相信总公司的内部调查一定会有结果 但是现在这个调查组 他们究竟是查案来了 还是想为孙小刚 黄亚辉 白杰 他们把事扒了平 不过 做过的事情已经是事实 再怎样也无法被抹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